欢迎各位同学来到第三单言的结语 首先呢我们要跟各位同学讲 在地图经济学从前看世界的这个课程单元里面呢 我们介绍的大概的内容 我们首先是跟同学介绍有关货币的升值跟贬值 那货币的升值跟贬值影响的因素其实相当的多 包括两个国家的利率差 两个国家的贸易收支状况 战争或者是恐怖攻击等等 其实这些都会影响到两个国家货币彼此之间交换的比率 也就是我们在课堂里面提到的汇率 但是呢真正隐藏在这些因素背后的关键因素 其实是对货币的供需来决定的 追根究底其实同学只要记住一件事情 就是影响货币汇率的或者是货币升值或贬值 其实是供需来决定货币的价值 在这个课程内容中呢 其实我们也说明了货币升值或者是货币贬值 对一个国家的经济或者是贸易带来的好处与坏处 那究竟一个货币的升值或贬值对国家带来到底是好处还是坏处呢 其实需要看国内的经济状况跟他主要贸易对手国 彼此之间的汇率交换来调整 所以同学在看完整个单元的课程之后 其实要了解到货币的升值或者是货币的贬值 对国家的经济或贸易的影响究竟是好还是坏 其实还要看情况而定 基本上稳定的汇率是有助于国家经济发展的 汇率的波动越小 对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的冲击当然也就比较小了 除了汇率的波动以外 我们进一步跟同学说到的是 除了货币的升值或贬值对国家经济造成影响之外 一个国家它的国家内部经济如果调控的不佳 或者是它的经济监管功能丧失的时候 其实事实上对整体世界的经济造成的冲击 远远比汇率的波动来得更加严重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我们在课堂上面提到的 引发欧债危机的希腊 除了希腊之外 我们也在课程中提到了欧债五国 PIX这五个国家 包括希腊、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西班牙等等 这五个国家都分别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欧债危机 而且冲击了欧元区跟全世界的金融市场 全世界的金融市场因为欧洲五国引发的欧债危机 就发生了严重的动荡不安跟紧张的情势 也进而冲击了全球经济复苏跟成长 这影响的层面其实比汇率波动所带来的层面更加的广泛 而欧洲国家为了拯救欧债危机所带来的全球金融震荡 其实基本上只要仰赖国际货币基金或者是世界银行 来协助这些欧债国家纾困 甚至透过这些组织来加强金融监理制度 所以我们在第三单元里面也介绍了这两个国际的重大金融组织 这两个国际重大金融组织分别是国际货币基金IMF跟世界银行 其中IMF它的职责主要目的是要监视各国的汇率波动 以及它的贸易往来情形 从中提供技术跟资金的援助 来确保各个国家的金融正常运作 那World Bank也就是世界银行 它主要的目的是提供永久性的贷款 来协助这些开发中的国家来进行各种基础建设跟资源的开发 以达到它国家的稳定经济发展 这两个国际金融组织呢 虽然它成立的目的跟它的业务内容不尽相同 但它最终只有一个共通的目的 也就是全世界的金融市场的稳定 然而即便在IMF跟World Bank这么努力的情况之下 2008年还是爆发了全世界的金融危机 全世界的金融危机其实是各国政府带头 然后使得人民过度消费 以及造成严重的负债所引起的 美国起了这个相当严重的带头的作用 那全世界的2008年金融危机呢 其实主要爆发点是美国的刺激房贷 那演变到了之后变成全世界的金融危机 换言之美国的债务就变成全世界的人的事情了 所以许多欧元区的国家呢也面临到了这样子的一个危机 因此出现了倒债的情况 也就是所谓的欧债危机 事实上只要大国不改变他们的消费态度跟消费习惯 或者是国际金融它的游戏规则不发生改变 基本上大国的赤字问题仍然还是存在的 它也一样会演变成为全球的财政问题 甚至是金融危机的情况变成逐年上演当中 虽然全世界的金融危机仍然持续的上演当中 这个危机没有排除 但是在全球目前为止各个产业分工的情况之下 跨国企业将生产链作为切割了 其中需要劳动密集产业生产比较多的地方呢 或者是产链就把它转移到 由发展中的国家来进行负责 那在197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后呢 中国其实基本上就成为世界最大的制造国家 有世界工厂之称 但是近年来随着中国跟其他的国家市场需求开始走皮 加上工资以及各种生产成本不断的上涨 很多跨国企业就开始另外找其他的生产基地了 因为中国的费用就越来越高了 目前东南亚国家因为它的人力成本相对的低廉 海运相对的方便以及当地政府支持等优势 其实已经慢慢取代中国成为新的世界工厂的基地了 所以各位同学在第三章的内容 除了我们了解到货币的升值贬值 以及欧债危机的产生之外呢 这些问题渐渐的我们就可以看到 世界的经济重心已经开始转移了 世界工厂也开始转移新的方向了 这也就是我们第三单元 想要传递给各位的一个地图经济学的讯息